受到西南汽流影响 全台18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曝 其中南台湾 台南和高雄 更是陆续传出淹水灾情 大雨稀粒粒不停落下 排水不及 高雄下午3点应变中心2级开胜 到下午5点共计有37处淹水点 其中29处已退水 在茄定区金栏路89项有民众分享 自家门前状况 两排透天错中间 马路汪洋一片 水淹20公分 半个轮胎高 几乎涌进客厅内 还好在10点40分 水渐渐退去 市长陈其迈也紧急出动 先到岗山潭底社区 再到加峰路等容易淹水地方查看 水利局统计 截至下午5点左右 高雄37处淹水点 集中在永安 湖内 岗山 弥陀 燕曹等行政区 其中自观累积雨量最多达139.5mm 岗山本宫新路和本宫一路 则是积水最深达50公分 而在台南地区同样造成多出淹水 其中在东区小冬地下道淹水60公分 一辆百万奥迪受困里头动弹不得 画面曝光 网友一度谩骂警方太慢处理 但警方调出监视器画面澄清 9点11分警方到场 先将巡逻车打横 开启警示灯 12分拉起封锁线 13分这辆奥迪无视警方阻止 贸然进入地下道 导致熄火抛锚 气象局表示 未来一周台湾仍处于大地压带 持续受到这波西南气流影响 中南部可能出现大雨及豪雨 提醒民众小心防范 地方中心 南部综合报导 中心 南部综合 滃缩